3月6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航天育种计划长征五号航天种子落种仪式在香港举行。 当天,包括汉金莲、蝶豆花和秋葵等三种植物的共计18颗航天种子被播种在香港的一处航天种子育种基地中。 当天落种的18颗种子是于2020年5月搭乘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登上太空的育种材料之一。 通过太空育种技术将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利用太空高真空、宇宙高能离子辐射、宇宙磁场、高洁净等特殊环境的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异,返回地面后再选育新种子,培育新品种。 这是第二次在我们农场种植了,第一次是在2019年我们做得非常成功,我们今天会种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太空种子,另外一种就是普通的种子。 这一粒就是我来种的,所以我以后会每天在这里看着它们的成长,会记录下来,等到5月22号的时候,我们的种子将可能会结果的时候,大家欢迎大家都来到这个农场里边,看看它们的变化和普通种子有什么不同。 据悉,该活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的地区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专家讲座、工作坊、航天育种基地考察、航天种子栽培体验,与联盟学校开展教学交流等环节,增强学生关注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培养学生对科学探知的兴趣。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教育的过程,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很早的认识和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更好的去这个爱护和保护自然,透过这个自己的种植,透过数据的分析,更科学的来也是一个学习,学会学习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是兼种可吹发展目标15,是这个生物动向性,同时也是可吹发展目标4,可吹发展教育,优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最终同学们能够有很好的养成,同时他们也可以建立起对科学的好奇心。 当天不少嘉宾也现场参与见证了长中五号搭载种子的开封、经典和落种仪式。 与惠哲表示,该项目的开展对香港青年的教育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落地一事落成之后,应该对这个香港的青少年是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作用,就是说让他们就在香港就可以领约到这个祖国的这个太空事业的伟大。 用这个项目来推广的话,一个它在学校就可以知道这个太空种子,第二个它可以来农场来看一下这个太空作物。 据介绍,蔚来基地还将搭建沿学讨论室等设施,便利学生参观记录航天种子的成长过程。 中文字幕提供